您能想像片刻不離身 隨時都在使用的智慧型手機 隱私竟然被送到北京 虽然小米已經發聲迷 而且道歉了 不過又被踢爆 根本就是假更新 真連線 究竟是怎麼回事 而雲端網路時代 從即時通訊到雲端儲存 消費者要怎麼保護自己的隱私權 不被侵犯 新聞最主角 我們帶您從小米機送使用者 各自到北京看起 一起來關心 到底還有多少的資案漏洞 超大背景螢幕 拓旋排場 大陣仗的新品發布會 就像傳奇人物賈伯斯登場 但這不是iPhone 而是中國手機品牌 小米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 小米年度發布會 白色的機身 金屬切面邊框 好似iPhone 5s 不過這不是iPhone 這是小米 小米和蘋果萬形像色的產品一大堆 但除了產品之外 就連廣告都很像 不過從7月開始 民眾卻突然發現 其實兩者有很大的不同 7月19號 網友Kennie Lee 發現紅米Note會在沒有知會使用者的情況下 進行傳送個人隱私資料 隨後造官方否認 強調沒有獲得用戶授權 絕不會上載任何資料 但真的是這樣嗎 在一個叫做網路簡訊的功能上呢 出了一個問題 它這個功能跟什麼一樣 跟我們所謂的那個iPhone 有個叫iMessage 它那個是雲端簡訊的話 就是因為你要簡訊 你就一定要是有手機的號碼嘛 那所以它勢必會本來號碼上傳 所以問題的點在於說 到底它有沒有先告知 8月8號科技網站證實 小米手機沒告知消費者 就把使用者的個人電話 以明碼的方式 傳到中國伺服器 這個各自的收集 其實是大家都在做 每一行業都在做 但這是小米機 為什麼會引起大家的這個 特別的關注 是因為它的收集是 沒有人知道它在收集 依照台灣的各自法的規定 如果你是違法的收集 那是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你是意圖盈利的違法收集 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嚴格來講 其實小米機這件事情 已經在台灣 他們已經有可能有構成刑事責任 同時如果使用者到 Google Play下載軟體 或是寄送Gmail附件 也要經過中繼的中國伺服器 那結果這個信到郵局 本來的話是郵差直接要送到 消費者的手中 不過為什麼這些信 都集中到警備總部那邊 再從警備總部這邊 派一個郵差送出來 隨著媒體分享轉載 消費者信心已悄然瓦解 過了兩天 10號 小米才只在臉書上道歉 承認缺失 並提供使用者更新檔 做系統修正 將原有的網路檢訊功能 改採加密傳送 但11號 香港網友就披露 就算更新完 刷布機 刪除小米內禁處事 安裝防火槍 都無法阻斷小米 自動連回北京 台灣主管機關NCC 也不敢大意 發函請小米說明 小米再次發表聲明 緊急滅火 聲明網路連線 並不涉及用戶隱私的 互聯網服務 但民眾的疑慮消除了嗎 我還是很怕一些 就是個人資料 外線之類的事情 那也會有一些疑慮這樣 回顧事發幾天 小米董事長雷軍的微博 滿滿都是紅紅的心機照 小米非法上傳客資 消費者的不滿 似乎與他毫不相關 自由社會裡面 一般的那個企業的話 其實是對於民眾 或者是說他客戶的這樣 各自的這樣的一個保護 是比較嚴密的 那這樣子的 我覺得不信賴的感覺 這個可能要一段時間 或者要等小米他們 有更積極的座位以後 才能夠消除 西方自由的消費世界 在獲利之上 還有以人為本的基本價值 而小米大肆模仿蘋果 一個資安事件已經曝露出 儘管小米學了形象 卻學習不了西方以消費者為重的精神